保羅達以弗所人書 第一章 奉上帝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 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有忠心的人 願因為平安 從上帝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 夢救屬的恩 願仲贊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 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就如上帝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簡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結,無有瑕疵 由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以子所喜悅的 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以子的名分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 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裡所賜給我們的 我們藉著愛子的血,得蒙夠熟,過範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這恩典是上帝用諸般智慧聰明,匆匆足足賞給我們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日 我們也在他裡面得了基業 這原是那位隨己以行作萬事的 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 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著稱讚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值等到上帝之民備熟 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只望天上的基業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 親愛眾聖徒,就為你們不住的感謝上帝 討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上帝,榮耀的父 將那次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使你們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 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封聖的榮耀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運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從死裡復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又將萬有伏在他的腳下 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手 教會是他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